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情路却并不平坦 去年更传闻因男友劈腿 致使两人恋情亮起红灯 当时的张曼玉更是暴受兼顾 情绪低落 不过伴随男友的回心转意 两人的感情再次升温 面对媒体对其感情状况的种种推测 张曼玉都予以否认 她坦言其实她与男友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并不像媒体猜测的那样 其实一直都蛮肯定的 可是很多谣言 可是真的没有什么那么多东西发生 我们就是一起就是这样 当然两个人会有感情的事情 一定会有高高低低的 可是不是外面说的那么夸张 也不是结婚 离婚 生小孩 不是那些人 而近来台湾女人Makio的生人事件 也备受媒体的关注 如今Makio因致司机众伤 而面临四年的刑罚 身为Makio的好友 范伟奇当晚并不愿意 对好姐妹的事情多加评论 只表示自己在私底下联络过Makio 给予好友支持 我很关心有个朋友 但是希望他可以 我们会私底下给他我们的关心 这个我不能在上面这样跟你们说 希望你们体谅 谢谢